都看清楚了吧 这是我们刘光三个月前 跟国际著名的设计师 共同合作的原创作品 已经在国际上申请了独家专利 但是在珠宝展的展览页上面 我居然发现了你们的作品 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庄总 我真的想知道 您和您的团队 是太欣赏我们刘光 还是说 想在国际珠宝展览上面 给我们立一个下马威 唐总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证据和设计图纸都在这里 庄总 您还觉得这只是一个误会吗 产品设计壮型 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严先生 您这话的意思是 产品抄袭是你们公司高层 所允许的对吗 我告诉你们 国内设计业的名声 就是被你们这帮人 在国际上给毁掉的 汤总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蓝海一星向来尊重原创 绝不可能在国际珠宝展上 借鉴其他公司的设计 更何况 展览尚未开幕 推荐建页面仅供参考 汤总凭什么判定 我们推送的作品 一定和流光集团的专利设计 一模一样呢 早就听说庄大小姐身边 有位很厉害的人物 今天果然文明不如一见 已经在珠宝展上展出的作品 居然到了你们的嘴里 可以变作不存在 好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到时珠宝展开幕的时候 我倒想看看你们 当着国内国际采购商的 眼皮底下 能够交出一套 什么样的货品来 忘了告诉你们 如果到时候 你们依旧拿出 是这一系列的作品 那么不好意思 我们流光 一定不会给你们手下留情 年纪不大口气却不小 当年庄承安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们几个毛都没长棋 还想跟我斗 这次 我非得吞了你们 整个蓝海一行 怎么 舍不得走了 我才没有舍不得呢 你是我妹妹 你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我 从进门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心思就没有在谈判上面 你在看什么 人 哥 把你们想成什么样的人了 长得帅的 样子酷的 我手底下一抓一大把 这个男人可不一样啊 他可明草有主 有主怎么样 我抢不过来吗 我就不信 天底下还有我摆不平的男人 果然是我汤齐的妹妹 霸气 以后人就交给你去抢 公司就交给你哥 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小的蓝海一星 还能和我们刘光对抗到什么时候 走 上车 起码 来真的了 怎么 不行啊 我倒想知道 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魅力 让我的妹妹才见了一面 就被迷住了 她到底和林牧帆 有什么区别 区别可大了 七国背景厉不厉害 几大家族的座上席 是不是很传说 最重要的是 来历不明 身世成迷 就连和庄大小姐的 爱情故事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蓝海旗下的那位 林设计师 怎么可能跟他比 那这么说 你是调查过他了 如你所见 查不到 我只能查到 他和庄星岩 重返国内后的一切行踪 他在海外所有的 来历行动 人生轨迹 除了几个社交账号的传说 其他什么都查不到 他好像是突然出现在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一样 真是太完美了 太神秘了 只有这样的男人 才能勾得起 我一点点的兴趣 哥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好啊 你想赌什么 就 就赌 他能不能摆平 这次你给他挖下的坑 如果他能顺利地 逃得过这次蓝海危机 那他就配得上你妹妹 如果他带着蓝海栽进去的话 消息已经放出去了 记者都安排好了 好 去吧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